HAPPY BIRTHDAY 大家好 又是我安迪啦 不過今天不是我生日啦 今天是我們AAL安迪士尼樂園一周年的大日子 那我今天會帶大家去行山啦 順便呢就是在這裡講一講我們這個頻道一周年開了以來的一些的感受啦 一些的感想啦 那本來呢我們打算去大亞門的 不然實在太多人了 因為香港這個地方太小實在太多人了 我們就轉戰了來這個龍蝦灣 那龍蝦灣呢有些什麼呢我們去發掘一下一齊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到一個叫做龍蝦灣蛇黑的地方 那呢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那看出去的風景呢其實都挺漂亮的 那我們一會呢就會沿著這條樓梯呢就會走下去 看看究竟有些什麼在裡面 那沿著這條長長的樓梯呢 走走走走就會見到一個很寬闊的好像海灘那樣的問題啦 去到這個位置呢就兩條路 一邊呢就是平路來的 一邊呢就是走一個樓梯下去的 其實兩邊呢我都不知道路去哪裡的 不如我們試一試走到平路這邊先吧 平路呢走過下來之後呢我們就發覺呢 原來呢這個呢就是龍蝦灣的蛇黑了 那這個呢其實是一個法定的古蹟來的 那在1983已經成為了法定的古蹟了 那你在看下去其實就是一些 好像被海水啊侵蝕的一些鴨石那樣 那特別呢我又不是覺得很特別的 不過這裡的風景呢是漂亮的 那你走到這個位置呢 其實你看下去的那個海啊 那些海水也都很清澈啦 那都可以看到很遠的一些島嶼 有人在那裡釣魚啦 還有在那裡玩風範的 那但是不過這個地方就不能讓你在那裡坐啦 那你可以來這裡拍一下照其實都OK的 那我們走完剛才這邊啦 那我們走到樓梯去看看有些什麼來的 那來到這裡呢其實呢就是比較接近海邊的位來的 那可以看一看呢很多人在那裡釣魚啦 那因為這個水呢就很清的 那所以呢今天很多人在那裡釣魚的 嗯其實這個頻道為什麼會開始呢 其實就是因為在都很久之前 正在講的是整個十年前 上了一條影片上去Youtube那裡 那其實我一直都沒有理會去的 那經過了十年的累積呢 那個view到達成兩百多萬了 那所以有一天我就收到這個 Youtube的通知就說 喂你的頻道有一條影片到達成兩百多萬了 有個訂閱者也超過了1000個 所以他就說你開那個頻道吧 所以剛好大家知道2020年發生了甚麼事 大家都變得多了時間在家 不如試試又好像別人一樣 拍些東西去Youtube頻道 看看效果會是怎樣 初初有沒有想著拍些甚麼特定的類型 沒有的 因為初初我的影片都是說一些模型 我自己也有儲開模型的 無論是巴士模型 飛機模型都有儲 我又看別人的影片拍些甚麼 有開箱 有吃東西 或者去旅行 沒想到特定拍甚麼 不如隨便拍一段 初初我拍了開箱的影片 那些產品 一個飲水機的開箱片 沒想到其實那個反應也不錯 我又再嘗試拍其他類型 例如有一些烹飪食物 初初的風格就想著 不如試試大包圍吧 香港人也會看 其他地方的人也會看得到 不如試試說國語吧 所以初初一些影片的時候 你會發覺我有時又說廣東話 有時又說國語在影片裡面 離開了石蝦 向前走 其實都會經過一個石灘 這個石灘裡面 其實水也很清 所以也吸引了一些人來潛水 好 離開石蝦 大概五分鐘的路程左右 我們就來到這個龍蝦灣郊遊徑 還有上面會有一個風箏牆 這裡上去就是風箏牆 但我這邊其實就有一個 你猜到也猜不到 其實是一個馬牆 這個馬牆其實就是讓一些騎術學校 去練習一些騎術的訓練 不知道一會不會看到 有人剛巧在這裡練習騎馬 我們一會兒進去看看 好了 我們走到你的分岔路 其實這邊就去一個叫漢風箏的地面 還有一個交遊點 這樣才由這條路走下去 好幸運 我們今天看到都有人在練習騎馬 再看看 我們走近一點再看看 現在我們很近距離就看到這隻馬在跟別人拍照 有一位外籍的雷騎手在這裡 不要摸 其實這隻馬都很漂亮 很溫馴 不是說經常都可以見到 所以入口開的時候 或者剛巧出來的時候才可以見到 看完馬在馬牆的旁邊 有一條小路就能撞到這個城山那裡 好 我們現在去看看 我們現在去看看 好了 我很快就來到這個石灘了 一望就全部都是亂石了 其實這個石灘 但是這個風險也不錯 製作上遇到什麼困難 很大的困難就沒有 因為我沒有怎麼投資在拍攝屁材 我只用一些舊的不用的電話去拍 拍完之後都是放在電腦那裡去剪片 就是這樣 宣傳了 到宣傳 其實我本身的訂閱者來說 他們都是看開模型的訂閱者 變成我現在突然拍這些東西 他們可能就未必那麼習慣 所以要去其他途徑去做一些宣傳 去調查一些觀看 但是這裡其實也挺困難的 因為你知道 在各大討論區宣傳的話 其實他們很容易就會禁止你 就算Facebook 我試過就是拍攝做食物 最初一兩個就很受歡迎 很多人去看 接著就被人踢出群組 香港人是這樣的 或者不要聽這些講句 就是憎恨恨恨恨恨 不會說有些互惠互利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怎麼宣傳 你一定要加入我的頻道 才看到什麼東西 不會的 都是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做了一些食物 究竟是怎樣做的 很多人可能都未知 在家裏也有不同的方法去做 你分享給別人去看 其實我覺得是no harm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飲食的 他們都不OK的 都會踢你出去 變了生氣地有事 就不如我自己也開一個飲食的page 我也歡迎大家 就算賣廣告我也歡迎的 香港人很有趣的 你賣廣告 他覺得是最大惡極的 十惡不捨的 我又不太明白了 你又不捨得去電視台投訴他們賣廣告的 你看一些免費東西的時候 有廣告其實真的不出奇 我也很想有人的廣告贊助 我可惜真的沒有 所有東西來說都是我真金白銀 自己出錢賣回來的 不可以叫做試用 是我真實去用 是真實去試我一件事的 變了有時都有點氣餒 就是說你無緣無故看完一些免費東西 我分享一些資訊 或者使用的心得給你聽 然後你說你賣廣告的 你一句就打算抹殺了別人的努力 那我覺得有時就是這樣 不過我可以的 這些東西我想難我不了 也不是說一些什麼 我要放在心裡的東西 馬場旁邊有一條樓梯 你在這條樓梯上去 其實就會上到一個風箏堂 你也可以在這個位置放風箏 我們走完剛才的石灘之後 我們繼續沿著龍蝦灣郊遊徑 我們就會上到一個叫做大領洞的地方 只需要走大概16分鐘左右 那裡會有一個很大的石頭凸出來 你可以挑戰一下你的膽量 看你敢不敢在那裡拍照 好了 在走上這個郊遊徑的時候 剛才我所提及的風箏牆 其實都可以在這裡看得到 現在我們就走到大概一半左右了 那先別低估這個藍道 其實他說十幾分鐘 我現在都走超過十幾分鐘 都是走到一半左右 是有一點點吃力的 如果對於不是整個山的人士來說 那不要緊要的 你走一步 就是走一段 你就可以休息一休息 那你會快點上到你了 還有50分鐘 按鈕我們的Google 又說16分鐘 現在我走了36分鐘 都還沒有到 最難忘的 最難忘的是在疫情爆頭之前 在8月之前,我用了一個週末快遷了俄沙卡 那次我一個人去,又要拿著行李,又要顧著看路 還要自己自拍,其實真的很難 特別是在食店那裡,我自己在吃東西 我自己在拍,自己在吃,在旁邊看著覺得很奇怪 為何自己在吃,自己在治癒 這是比較有難忘的經歷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這段影片 另外,其他那些,大部份我都有人幫我拍 當然要感謝現在幫我拍攝的攝影師 因為他不會出鏡,不用擔心 哈哈哈 我覺得拍這些其實是挺好玩的 在你不阻礙自己的遊玩興致的時候 你去抒發一些你的感想 或者你介紹一些好東西給別人 其實都覺得挺好玩的 好啦,我們走到差不多了 看到這裡有一條小路 很隱秘的一條路 那這裡其實就是下去綠蛋堡的了 那我今天不下去了 因為太難了 走到這裡差不多到頂的地方 我們看下去就看到這個叫做綠蛋堡 那這個綠蛋堡呢 其實如果就是水去的話 好像說有可能就是這樣 就是走過去走過去 但是現在好像水漲了,就有很多條路了 那我們現在的目標呢 就是走上這個山的山坪 其實不算多的 實有的 實有的 你知道什麼人都有的 這個世界 有談什麼呢 你這個語音很難聽 有談 你為什麼要跟這個牌子賣廣告呢 因為他不喜歡這個牌子 所以你說什麼 他都會在那個評論上踩你 不過也不算多 我想如果那個頻道 再多人觀看的時候 可能會再多些 怎樣應付呢 如果有道理的 都可以認他兩句 沒有道理其實真的沒什麼所謂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你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你這麼關心他們 越關心他們就越瘋了 不用理他們這麼多 你自己做你自己正確的事 我覺得就可以了 我現在不是跳巴雷霧 我不是跳巴雷霧 是因為這裡的鼠葉很佳 所以我要去 這樣全春 哎呀 太浪費了 哈哈哈哈 我們經過了66分鐘 就走在這個 他正說的16分鐘的路程 就在剛才那個 那麼恐怖的石頭上 就拍了一張照 那 完成了 這個 很開心 先給點掌聲 好 那接下來的頻道會有什麼 新的東西呢 我都沒有想到 你們有沒有提醒 我就想一下 希望就是 可以多元化一點 可能會有些 直接說的 題目 可能會出現 那我中乎 關乎 整個年來講 最受歡迎的影片 都是一些開箱的影片 那如果大家喜歡開箱 我買開多一點 不過我要給錢買 哈哈 沒有錢 所以就不知道了 那展望新的一年 當然是希望 在2021年 個個都身體健康 這個疫情快點過去 那大家都可以 盡快可以回正常生活 可以旅行 我很喜歡去旅行的 那已經餓了很久了 那希望呢 我下次旅行的時候 好像一些Blocker 那樣 都可以拍一些 旅行的影片 給大家 因為之前那些 我都用回我自己 旅行的照片 拍了一點點 影片 剪出來 其實都是很難剪的 一件事 那如果我下次去的時候 就會用回一個 好像拍旅遊特輯的角度 去試一下 會不會給多些 不同的風景 不同的角度 給大家 那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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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大家 有看過這個頻道的所有人 那希望你們 明天繼續支持我 多謝你 拜拜 看外景都很辛苦的 不要以為 你真是 現在下衣放飯了 看看下衣準備了什麼飯給我 不要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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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治 我今天有很多三文治 有蛋 有火腿 還有芝士 都可以啊 大衣多謝你啊 最後都提提大家 記得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by bwd6